在这次组团上春晚 非常非常优秀的两位演员 赵阳 金阳 两位演员表演是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延续你们以往那种表演风格 我觉得在表演上没有问题 这猴虽然一句台词没有 长得还是蛮可爱的 因为我就喜欢小个子男人 我接着常讲老师的话说 金阳 赵阳确实是好演员 之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 稍微的和一往比 有一些逊色 我觉得你们的组合还差一羊 你看二羊是不行的 如果加上鱼羊就好了 三羊开态 但是鱼羊说实话眼猴就差了点 因为他个子太高了 现在国外有这样一个品种 长脸猴 什么叫长脸猴 我还是觉得这个作品应该讲 应该是出彩的 可能是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 失去了一些色彩的东西 我们没有运用好 这个人与猴之间的关系 反正我总是觉得 就是欠了一点火候 虽然这个节目 你们有一些失分 但是不影响你们整体的表现 重点要表扬小猴 小猴演的真的好 这个孩子非常出彩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金阳赵阳 这么优秀的演员在这个戏里没出来 这个小猴啊 抢视线了 我们叫领招了 就你在台上 你注意 该你表现的时候 活不懒跳 如果要是其他两个演员 在展示情节冲突的时候 你可以蹲在沙发哪个角落安静 如果你这时候几没弄人 上船下跳又使相 搅和了 为什么我们感觉他俩没出来 就是配角在这个时候 尽可能的相对来说安静一点 可能这个笑话就会更出来 这是在台上君臣左斧 任何一台好戏呢 都不是单独的突出哪个人 而是大家配合的妙道好点 这才恰当 另外我要说说这个小品呢 虽然说这个表演上 可能两个演员有些东西压住了 但是这个作品本身的创作 我得为他叫一声好 因为他其实反映的 不要以为我们说看的是猴 他是用猴来比喻人 是用一个荒诞的剧目方式 来体现我们现在教育领域的问题 这个猴其实就是 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独生子女 就其实我们现在 对独生子女教育 大家都不会 因为独生子女 这个新鲜事物出现以后 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 就这个小品本身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特别关键 就是家长就是孩子一面镜子 你不孝顺你的爹吗 你孩子就不孝顺你 你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的孩子也一定不会真诚